哈囉 大家好 我們是 星光邦 哈囉 大家好 我們是 我們是 很幸運的就是參加超級星光大道 然後就加入了星光邦 剛開始第一張合輯的時候 一切都來得很突然 因為我們是就是 一夕之間可以說是 變成很多人都知道 對對對 就有點不太習慣 但是因為是自己的夢想 所以其實是充滿了很多未知數 然後也充滿了很多興奮跟期待 那現在已經第二張合輯了 就慢慢適應這樣子 比賽之後好像 越來越多人聽到自己唱歌 我覺得自己唱歌 越來越像一回事 就是不是只是隨便唱唱歌 就是可能有一些就是 自己給自己的一些責任感這樣子 那因為我們也蠻早出道的 是算蠻早出道 所以我覺得其實就是 因為年紀很小嘛 所以就是要小心少年得志這一部分 我覺得啦 我覺得啦 這是我媽媽常告訴我的 沒有字啦 沒有字啦 這是很志氣的 喔 我說不要想太多 那你現在從事什麼行業 那你就必須去愛你的 這一個興趣 因為其實這個興趣 剛好能夠當我的職業 我覺得非常的幸運 你帶走整個世界 剩下這黑夜 等了要擁抱誰 眼前只剩一條月 愛情幾幾個 所有付出會飛點 誰都別來得 我不想承認我有兩位 一定要有這些過程 對 然後才會 讓我們覺得 現在真的是有學到一點什麼 然後真正在舞台上 就是可以把自己想要唱的 然後就可以唱給大家的理解 然後讓大家欣賞這樣子 我啦 我覺得 我這樣一個人超喜歡大家的影片這樣子 我覺得很光榮 我還滿喜歡 欸 不知道 就是覺得很光榮 謝謝 那個造型那些東西不談 其實我第一次百人初選的時候 唱歌零分 那一次真的是讓我有點打擊 就是還滿受創的 因為 好歹也給我個一兩分 因為 冰冰天亮才晚上的大汗 呼不得 有熱鬧的開場 沒有人知道 我冰住了呼吸 一直緊張 現在穿著 是他們的夢想 在彈上 你觀眾 你是奢望 沒有人相信 今天晚上 竟然換我相場 都說我不會唱 那個嗓音沒有那麼獨特 當我抱著一段子氣 麻煩我的天氣 你們說我還行不行 你說我不會唱歌 我的聲音就算沒有特色 可是我又很熱情 讓你們開心 你們說我還行不行 我們先講定為的啦 好 定為 賣點在哪裡 第一個他很高啊 第二個長帥 然後就是 又會跳舞 而且舞跳得很好 非常好 又會唱歌 而且又會唱歌 又會跳舞 又會舞跳得好 但是聲音又好得很少 所以我覺得就是 真的還蠻一點的 好了 那麼呢 仁傑呢 還沒還沒還沒 你們也要講 都被你講完了 你知道嗎 不好意思啊 就還算是一個 蠻完美的一個performer 而且他又有那個 有自信的 他又不會驕傲 我覺得就是 有巨星的架勢 好熱 還有嗎 還有嗎 還有 當然有啦 我覺得他有一個很 特別的特色 就是 那種很會跳舞的男生 好像給人家感覺就是 酷酷的 有點距離 可是我覺得Judy她是很可愛 就是會那種 大小通吃 對不對 私底下就是 也很有趣 我原來講什麼 嚇到我 玄姐呢 其實大家一開始都被他的 書上蕭鳥屁 給騙了 他其實 沒有那麼斯文啊 其實他 詮釋一些狂野的歌曲 或者是R&B的歌曲 也是很有他的味道 那潘玉文的優點就是 長得非常帥嘛 真的是帥到不能再帥了啊 真的 那不管是以前 長通法之後 這麼的帥氣質 像王子 還是現在有沒有 也是很帥 他這樣 然後 他又這樣會唱歌 他現在除了可以很溫柔 這樣說故事 他也可以就是 很深情 讓愛上他 而且又會種菜 可以有什麼意思 種菜跟你們吃 然後顧你們的健康 真的是一個非常好的 十軒是美男人 對 非常的明顯 大家就是開心裹一個 不管是星光棒的成員 或者是所有媒體系的朋友 看到他就是不笑 因為他就是會逗大家笑 而且他每次都非常的無理頭 但是撇開這些都不看 在唱歌的時候 他的認真的深情 完全不一樣喔 O型嘴比薩斜塔發聲法 大家應該都知道 對 謝謝 我們比較會自誇啦 那我覺得佑佳他是一個 非常就是堅持自己的 就是夢想跟原則的人 那我覺得他是一個 應該算 覺得他有點那種 非常特別的一種氣質 然後我覺得 深深的吸引了我 哈哈 這是假白嗎 對啊 好亮 勇氣的重量 插播出明落在我手上 心緊握著 不能發目 歡迎們喔 歡迎們喔 當天越南掛著 重重的夢想 浮夢的燈 直線天空想 越怕越高 累了躺在堆滿星星的身旁 過得多了 我的小孩 啊